一架飞行在夏威夷上空的飞机 突然间天花板被掀开 飞机瞬间变敞篷 空姐当即被卷入空中消失不见 这不是惊悚电影 而是一起真实发生的空难 飞机为何发生事故 机上94人命悬一线又能否生还 大家好我是Ray 欢迎打开M2档案 今天为大家讲的 是美国航空史上一起非常轰动的事件 阿罗哈航空243号班机事故 1988年4月28日下午 阿罗哈航空公司的243号航班 从夏威夷西洛机场起飞 目的地宏罗鲁鲁 就是我们常说的檀香山 正常情况下的飞行时间只要35分钟 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阿罗哈航空公司的背景 这家航空公司成立于1946年 总部设在夏威夷的檀香山 其航班路线穿梭于夏威夷群岛之间 这个243号航班 就是来往于西洛 与檀香山之间的固定航班 鼎盛时期的阿罗哈航空公司 拥有22架客机 通航程式多达20个 可惜由于抵不过竞争激烈和燃油费上涨 2008年也就是这起事故发生后的第20年 公司已经无力支撑 宣布破产 初始飞机型号为波音737-297 这架客机在近20年的飞行史中 执行了89,090次任务 已经是超级服役了 飞机从材料到很多零件都已经老化 也正是因为这些隐患 才引发了最终的悲剧 当天机上一共95个人 包括了90名旅客和5名机组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 机组人员无一例外 都是有着多年飞行经验的航业骨干 机长是44岁的Robert 在阿罗哈航空服务了11年之久 累计飞行8500个小时 副机长37岁的Madeline 公临9年累计飞行8000小时 两人都是经验丰富的驾驶员 航班的称务长Clarible 公临37年 是阿罗哈航空的元老级员工 他热情开朗 业务水平 堪称完美 曾经被评为 美国服务水准一流的空姐 也是业内好评如潮的superstar 无论同事还是旅客 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而另外两名空姐分别是 公临19年的Jane 和公临14年的Michelle 事发当天下午1点 乘坐243号航班的旅客们 陆续登机 一位日益女乘客 在登机门附近 发现机身有一处裂痕 这裂痕恐怕就是 客机飞行89,090次后 造成的金属疲劳的结果 这个乘客心里犯嘀咕 这么明显的裂痕 居然没人发现吗 但是他也没有向机组人员 反映他看到的情况 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而且安全检查工作已经完毕 自己一个外行 就别大惊小怪的了 当地时间下午1点25分 243号航班按计划 从西洛国际机场顺利起飞 起飞过程中 机身不断晃动 伴随着噪音 但因为机组人员与乘客 他都习惯起飞时候的摇晃 所以都没有在意 20分钟后 飞机爬升到了7300米的高度 空姐们忙着为旅客提供饮品 机长这边则联系地面 报告飞行正常 天体状况良好 一切如旧 可是突然 一声巨响 吓傻了所有人 机体前端左边的一小块天花板 发生了爆裂 直接炸出了一个大洞 机舱瞬间施压 导致驾驶舱后方 延伸到机翼位置总共5.4米的天花板 直接被撕裂吹飞了 强风席卷 发出恐怖的嘶吼声 乘客们大惊失色 五官都被吹得扭曲了 尖叫着大喊救命 驾驶室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两名驾驶员的脑袋被吹得向后哑 意识到大事不妙 他们迅速戴上两栖面罩 机长向副驾驶下达的操作命令 但由于气流声太大 副驾驶根本听不到机长在说什么 他们回头查看情况 发现飞机的上半身已经没了 原本天花板的地方却是一片天空 大家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用旅客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抬头看到天 低头看到海和地 他们都以为自己这回肯定是没命了 一位住在西洛的女乘客Patricia 当天搭乘243航班前往檀香山赴约 起初Patricia坐在第一排最前面的位置 起飞前最后一分钟 仿佛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于是他起身就往后走 坐到了第17排的空位 事故发生时 他看到一道巨大的白光 伴随着恐怖的爆炸声 所有的东西都被吸出去了 然而这个换座位的决定 救了他一命 事故发生在第三排的位置 坐在前五排的乘客 完全暴露在了大气中 饱受割伤划伤气压伤缺氧的折磨 当然了后面的旅客也好不到哪去 不幸中万幸的是 大多数旅客都乖乖系着安全带 固定在座位上没有飞出去 而三位空姐就没这么幸运了 当时正在第五排过道回收纸杯的称武掌 瞬间被强大的气流扯进了机体残破的洞口 然后被吸出了机舱 就这么消失在了空中 同样被甩飞的 还有另一名空姐Jane 当时他站在机舱第二排的位置 刚好被脱落的残骸击中了头部 受到重伤 血流不止 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随后他被强大的气流抛到了机舱地面 摔得人仰马翻 不过比起乘务长 空姐Jane似乎幸运得多 就在他快要被吹出机舱之际 一位乘客Howard下意识地伸出手 而这个动作救了Jane的命 意识模糊的Jane 出于求生的本能 突然死死扣住了Howard的手 这才使他免于被吸到机舱外 机上的第三名空姐Michelle 位于第十五排的位置 他先是被强大的气流卷起 然后重重摔倒在地 水汽 金属碎片 棉花等碎屑 混杂在一起 噼里啪啦 犹如暴风雪扑面而来 满头是血的他 好不容易挣扎着爬起来 依然不忘职责 努力地安抚旅客 并且提醒他们 穿上救生衣 不要慌张 他呢 也是唯一一个尚有意识 还能活动的空姐了 事后Michelle回忆 当时他看到奄奄一息的Jane 位于破洞的边缘 积极可畏 脑袋被击中 导致后脑勺裂开 整个人被碎片掩埋 场面惨不忍睹 他以为 朕已经死了 随后两块巨大的天花板碎片掉落 砸在一些旅客的头上 Michelle健壮拼命爬向受伤的旅客 吃力地将碎片拖到机舱后方 当他试图为受伤的旅客 戴上氧气面罩时 却震惊地发现 氧气面罩压根不起作用 雷鸣般的风暴席卷而来 像那种老式黑白恐怖电影里 才会出现的场景 漫天飞舞的金属碎片 划伤了很多人 其中不乏受重伤 大猪鞋的旅客 而每次Michelle试图向旅客们传达指令 比如低头 嘴里都会被扑面而来的碎屑塞满 他试图移动的物品 也会瞬间被气流卷走 此时飞机的时速是300公里 8000米的高空 零下50度的低温 毫无疑问 全员生命 进入倒计时 说时迟那时快 机长Robert启动了飞机的下降操作 飞速增至每小时500公里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每分钟下降1200米 机长必须争分夺秒地与时间赛跑 当然任何决定都意味着风险 由于飞机快速下降 原本就失去天花板的部分 遭受了更大的冲击 肉眼可见地板被弯折 机头与机身成一个倒V的形状 机头比机身低了一米 因此出现了视线偏差 旅客看不到驾驶室的情况 一名旅客强忍着疼痛 说明是要大喊 驾驶员还在吗 到底还有人开飞机吗 此时的米笑已经浑身是血 袜子被割成了碎条 他已是自顾不暇 根本无法给出答案 他挣扎着 好不容易拿起对讲机 向机长喊话 可是对讲机却没有反应 米笑以为机长已经遇难 于是他爬回过道 挨个趴在旅客的耳朵上询问 你会开飞机吗 旅客们绝望地摇了摇头 这情景想想就绝望 飞机一半给吹飞了 这意味着整架飞机 随时都有解体爆炸的可能 几乎是等同于宣判了死刑 事故发展到这里 其实距离机体爆裂 仅过去了三分钟 却像三个世纪一样痛苦漫长 此时啊 飞机距离夏威夷的卡护路伊 东南偏南约43公里 副驾驶在尝试联系了 谭香山航空交通管制失败后呢 转而求助卡护路伊机场 要求紧急降落 卡护路伊航空交通管制 立即联系了机场的消防站 请求支援 并告知初始航班的位置 要求机场跑道 立即清场 消防队立即出动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243航班上出了什么问题 而且这是个规模很小的机场 很少出事故 此次突发状况 无疑将检验消防员的应变能力 与此同时呢 243航班降至了3000米的高空 机长放缓了飞行速度 以尽可能轻缓的诱转弯 朝着卡护路伊机场飞去 前面提到的伸手 拉了一把空姐的那个旅客 Howard其实受过飞行驾驶培训 他意识到 飞机并非直冲坠落 或空中翻滚 而是水平线正常的降落 证明驾驶员还在 也许还有生还的机会 Michelle也意识到这点 他立即爬向了Jane所在的位置 查看了他的伤势 并施予救援 他一把拽住了Jane的腰带 将其固定在飞机的金属扶手上 以防他被吹飞 此时距离诈力已经过去四分钟 信号时有时无 为了方便讲话并节省风力噪音 机场副驾驶摘掉了氧气罩 他们与卡呼噜1航空交通管制 确认的航班号 降落地点为2号跑道 机长姓名 以及急需救护车 驾驶室里的人看不到机舱里的情况 但不难想象 每分每秒的恐怖折磨 令所有人痛苦绝望 生死旨在一线 行李架摔落 电线四处乱飞 各种混乱在旅客眼中 飞机就像被撕成了两半 Howard看着周围惨不忍睹的场景 和无数受伤的旅客 心中祈祷 千万别降落到海里 而就在这时 机长和副驾驶发现起落架 只是灯不亮了 无法判断飞机是否能够正常降落 那如果没有起落架 机毁人亡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 教科书里的标准答案 是飞机应该穿过机场 并在周围保持低空飞行 以确保航空交通管制部门 看到起落架的状态 是向上还是向下 然后再告知机长完成着陆 卡呼鲁伊机场的地形 其实不适合事故飞机着陆 一面是风力强大的海洋 一面是山区 因此当飞机降至低空时 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气流 前端遭受剧烈冲击 如果不走运 飞机会直接断成两半 驾驶舱会与机舱解体 机长命令副驾驶配合减速 调整精翼向下垂 增加机翼迎风面积 从而起到减速的作用 机长必须考虑众多的因素 才能保全全员性命 风向 风速 燃料负荷 跑到长度等等等等 就在这时 他还及时告知了风向和风速 副驾驶也掏出了飞行手册 迅速进行了复杂的计算 得出结果 将飞机时速调整为282公里 然而减速并没有给旅客 带来丝毫希望 起初大家以为飞机会坠入大海 尸体被鲨鱼吃掉 然后当他们看到面前是山 大家以为飞机会撞击爆炸 好不容易飞过的山区 眼前就是机场了 大家认为 肯定会坠机死于一片火海 就在这时 机场一方传来消息 起落架向下 可以着陆 机长与副驾 仿佛看到了曙光 激动不已 而机舱里的人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以为 这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刻了 Michelle爬到Jane的身边 紧紧地抱住她 不远处的一对夫妇 手指相碰 护道再见 很多人都闭上了眼睛 与世界告别 下午1点58分 飞机以320公里的时速 冲向了2号跑道 并奇迹般安全着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欣喜若狂 为之鼓掌 死神的门前走了一早 只是毫无疑问地 大难不死 一些受轻伤的旅客 冲下飞机 将机长团团围住 表达谢意 大家摸着自己的身体 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受重伤的旅客 则动弹不得 只能等消防员和救护车 前面提到的 起飞前最后一分钟 换座位的Patricia 毫发无损 她泪流满面地说 是守护天使 保佑了自己 来不及庆贺的Michelle 四处寻找乘务长 却已经不见踪影 怕是已经遇难 事后救援小组 在飞机发生爆炸的海域 进行搜索 始终没有找到她 甚至连残骸碎片都没有 经过统计 本次事故造成了 65名旅客受伤 8人重伤 1人死亡 坐在头等舱 2A和2C的两名乘客 被碎片和电线击中 导致割伤和电机烧伤 坐在四排靠窗座位的 两名乘客受重伤 5到7排的乘客 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 脑震荡和撕裂伤 一位84岁的女性 颅骨和躯干骨折 而坐在8至21排的旅客 受影响则不大 多数人只是轻伤 其余25人则是毫发无损 在客机机体严重损毁的情况下 仅死亡了一名空乘 而其他成员全部生还 243号班机迫降成功 堪称人类航空史上的 罕见的奇迹 奇迹的发生得益于三点 首先是安全带起到了关键作用 乘客们乖乖系着安全带 才没送命 可见咱们坐飞机的时候 系好安全带是多么重要 其次是运气 天气给力 卡呼噜一当地令人畏惧的 强风在那天竟然消失了 飞机降落时 前来救援的消防员 惊讶地发现 没有一丝风 飞机躲过了断层两截的劫难 第三点是爆裂的具体位置 在飞机的顶部 下端依旧有坚固的材质支撑 所以飞机并没有折断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在事件发生后 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给出的结论是 事故是由于机身裂缝氧化 导致金属疲劳引起的 因为夏威夷气候潮湿 飞机经常在带盐水的 空气环境下作业 也就是说 黏合铝片的黏合剂失去了效用 事实上 这个问题早在飞机制造的时候 就出现了 当黏合剂失去效用的时候 水分就能够进入机体的空隙 即而开始氧化 因为氧化的部分 体积比下层的金属大 两片金属片被迫分离 导致锚钉承受到了额外的压力 此外 机灵也是造成此事故的主要原因 这款飞机机型 为波音737 即中短程双引擎窄体喷射科技 首架诞生于1967年 纵观全球 每5秒就有一架737起飞 出事的阿罗哈243 是1969年5月交付的 使用寿命20年 次数75000次 而当时这个飞机 已经飞了89,090次 明知如此 阿罗哈航空 为什么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 都没有发现机体上的裂痕呢 原来 这个航空公司 总是让机师在晚上检查 而不是白天 那人造灯光跟白天的光线没法比呀 肉眼很不容易发现这些细小的裂痕 结果就这么让一个定时炸弹 载着一群人上了天 1988年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飞行安全研究法案 提供更严谨的研究 以推断空难的可能原因 从而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另外啊 美国各大航空公司下令淘汰老旧客机 规定飞机在特定机灵阶段 必须接受全方位的维修检查 防患于未染 阿罗哈243航班的这次空呢 也由此改写了人类航空的历史 由于机体严重损毁 无法修复 阿罗哈243呢 最后由专业技术人员回收解体 其中一条安全带 跟很多张飞机解体过程中拍摄的照片 现如今放置在贸易岛上的 纸飞机博物馆展出 以警示后人 而拯救了众人的机长Robert 一直坚持工作到2005年才退休 副机长Madeline后来升迁为机长 直到2008年阿罗哈航空公司倒闭破产 阿罗哈243事故 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九霄惊魂并大受欢迎 然而只有那些经历过生死一线的幸存者 才知道那画面有多么的惊悚吓人 一些幸存者时至今日依然无法走出阴影 需要求助心理治疗 比如Patricia 他得定期和自己的心理医生 驾驶直升机穿越事故的海峡 一遍遍重温那段恐怖的回忆 用直面恐惧来打败恐惧 真的就是人们常说的 在哪里跌倒就得在哪爬起来 其他的幸存者们表示 虽然生活充满艰难与未知 但生活并不令人讨厌 活着就好 活着是勇者的选择 活着就是胜利 1996年 以事故中不幸丧生的称呼长 Clarible命名的纪念公园 在美国檀香山国际机场多城 公园靠近当年阿罗哈登基门的位置 虽然大海吞没了一切 但人们从未忘记这位耀眼的女性 她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献给了这片天空 Rest in peace 感谢大家收看MR档案 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